我覺得蘇貞昌院長真的是太誇張了 萬事都可以牽托到中共身上 什麼事情都是阿共的陰謀 然後所有的人 甚至可能看到這個影片的人 轉成這個影片都是中共的同路人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太小看 臺灣人民的智慧 難道真的把全臺灣的人民 都當作白癡嗎 你不覺得已經快要到 前鯉雞窮的地步了 就是所有事情 以前是馬維拉 大家已經講到不想講 發現每次推給馬英九 沒有什麼用 後來就開始推給韓國瑜 推給韓國瑜沒有什麼用 現在推給柯文哲 柯文哲沒有什麼用 開始推給國民黨 國民黨這些人全部都被用完之後 現在好像永遠不會乏味的 就是大陸 這個影片怎麼跟大陸有什麼關係 你去看PTT 所有年輕人炸鍋的你知道嗎 已經鱷魚到翻掉了 很多人在開始在喘哽 什麼東西反正怪大陸 生男生生女生怪大陸 小孩不會生不出來 棒塞棒不出來 全部都怪大陸 不是這樣子在看事情嗎 主要你自己光 我如果真的要去論述 這支影片大概在四五點的時候 我們所有媒體人都收到 對吧 四五點的時候 媒體人收到 大概六點的時候 大陸的微博開始出現 更早的 台灣開始傳的時候 光十一二點早上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 十一二點出現 跟六點在微博大陸出現 請問哪一個比較早 從公務人員的角度 我覺得有沒有違反防疫 是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現在更嚴重的是說 裡面有沒有一些 跟衛福部有關的利害關係人 我們都知道公務人在吃飯 為什麼會這麼小心 就是你不能有跟自己業務 相關的人在裡面一起 那這可能就違反了公務人員 應該要遵守的準則 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真的覺得民進黨這樣子做 孫仁昌這樣做 不會幫了陳時中 最好的方法 就讓政鋒來對整個事情 去了解 去掌握 去調查 然後看結果是如何 演這個喜劇的 說什麼事情 他說這是阿強的陰謀 這是阿強的陰謀 那時候我們把它當作笑話看 覺得只是製造歡樂用的 沒有想到時至今日 在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民主國家 民主社會 台灣這個民主社會裡頭 我們真正的還看到 我們蘇院長 還有我看到民主黨團 真的是煞有告示 把所有事情都講成是 中共的這個同路人 我真是覺得不可思議 我覺得院長 不要偽心看他觸兵 就是自己做什麼事情 就自己勇敢的站出來負責 陳時中的說法就是 後面還有 第一先幫自己打預防針 但是這種邏輯很好 在背後面 如果還有一百支銀帶 我倒想反問 如果這一年半還有一百支銀帶出來 那你每天都在外面花天酒地 你的生活好愜意 那你這一年半就不要告訴我 你都沒有年夜飯可以吃 你不要告訴我你賠不了孫子 就是不管什麼事情 似乎民進黨裡面只要是自己人 做什麼事不對都沒關係 反正我想盡辦法就會把你的事情 把黑我要說成白 有事我一定要講到沒事 可是這真的是一個在民主國家 一個執政的政黨 尤其我們的政府裡面 公務員應該有這樣的雙標嗎 所以真的不要再去護航了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周三 周六 晚間九點 我在環宇全世界 2.0全新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籍觀點 請鎖定環宇新聞台 何榮 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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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請 明天 也請 議員 有